大家好,我现在来到的是新桥 由于新桥这边是个大站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每天上下班的人流非常的多 现在是下班的时候 新桥这边它不光是一个交通书女 而且它这边附近有好多的饮食店 现在我今天晚上要带大家去参观一下它这边的餐饮店 顺便在这边吃一顿饭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新桥站的里面人非常的多 很难走啊 几乎是寸步难行 那这边呢是新桥的乌森口 这边人还有多 而且这边出了站之后就是一个十字路口 很多人会在这边等红灯 好,我先过去吧 其实呢我今天想去新桥这边一家牛排饭的店 我之前没有做过功课 也是临时去看了一下那个大众点评上面的介绍 他说正好在新桥车站这附近有一家专门做牛排的店 当然了这个所谓的牛排不是那种西式的牛排 而是是那种炸牛排 因为新桥这边好吃的店相当多啊 所以可能今后会分好几期节目来做 好,这边先过一个马路 那家店也是挺难找的 然后它上面写的好像是地下一楼 走错了,应该走这边 我已经看到前面是日高屋 然后在日高屋的边上就是了 这个是中华料理日高屋 然后它的旁边 好,那我眼前的这家店啊 就是我今天要去的牛排店了 炸牛排哦 然后它的营业时间是11点到晚上到22点 然后它的店是在地下一楼 所以我得下去 店名的话叫Moto Ura Moto Ura 但这个Moto的话它好像没有写汉字啊 只是写了一个假名 我猜应该是本村 好,下去看一下 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在地下的环境比较幽静的店 先看一下它这边的菜单 有好多的定时 因为它在这边帮我点了一下火 估计是难道是在这个上面坐吗 这种做法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它是直接在这个板上面烤 好 现在我的这个炸牛排终于来了 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味噌汤 然后是一小碟 这个是什么应该是咸菜吧 然后上面是有两种的料 这个是明太子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它的牛肉 然后这边是蔬菜 这个应该是土豆泥 然后它会放一些芥末在这里 好 我来拿一下筷子 这个筷子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它因为里面可能有点生嘛 所以它有的时候建议 如果你吃不了生的肉的话 可以在这个上面烤一下 好 它上面一边烤我先来尝一下它这个生的肉是什么样子的 好 那上面一边烤我先来尝一下它这个生的肉是什么样子的 嗯 我尝一下这个生的肉就是感觉相当的不错 很嫩 嗯 怎么说呢怎么形容啊 它这个味道可能跟那种生鱼片有一些类似 但是要比生鱼片要稍微硬一点 毕竟它是牛肉嘛 所以我觉得上面设置的这个可以烤的这个小的炉子完全是 针对于那种完全不能吃生肉的客人 这个烤的可能有点焦了 这个是厨师 然后他可能在调配一些牛肉吧 他应该是不负责直接来炸牛排 嗯 吃了几块之后 感觉这个肉质相当的鲜呢 看它里面这个纹路就觉得它一定是一种那种等级比较高的和牛 再来烤一遍试试 不对 再来烤两天 这边这个土豆泥还没有吃 来尝一口 好 我来请大家吃一口土豆泥 怎么样 大家觉得这个土豆泥好吃吗 如果好吃的话 那接下来我就替你们把这个肉也给吃掉咯 我在想 既然他把这个燃料都点着了的话 那我就不要再浪费这个燃料 索性把肉都放上去 结果给我感觉就是一顿炸牛排饭 活生生的被我吃上了一顿烤肉晚餐 还是炸的有点焦味 这样会比较香 好 接下来来最后一波 最后一波怎么是五小块 这么换 ship 简单放顶着 中文字幕 字幕 李宗盛 这样一来呢 所有的这个牛排都已经被我烤过了 然后最终烤成了这个样子 那既然这个肉已经烤完了的话 我就不再浪费他们家的能源了 最后就叫店员把这个火给关掉 通过刚刚的镜头 大家可以看到已经有好多的游客 也是跟我一样来到了机家店里 所以幸好我今天来的比较早 后面很多人都在店外 都在现在在排队呢 它这边的牛排有个特点 就是它外面的这一层相当的咸 应该是占过 在它端上来之前 就应该已经是占过很多盐了 哇这种牛排我觉得真的是做的相当的经典 哇这种牛排我觉得真的是做的相当的经典 它整个肉都是鲜嫩鲜的 而且吃到嘴里面有种滑滑的感觉 好最后三小片加油 好最后一块请大家吃 来张嘴为你们吃 哎算了你们也吃不到我来吃吧 好那最后就是这一碗很小很秀珍的味噌汤 我只能用秀珍来形容它 因为它实在是太小了 好最后看一下它的价格是 看得见吗 对是1400日元 好那现在去付钱 吃的比较乱 请不要介意 好那现在去付钱 哇 哇,台阶上就做了好多人 好多人 瞬间台阶上面做了好多人 一下子有这么多客人都来了 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我在这边吃的牛排饭 哇,现在出门一看啊,外面已经开始下雨了 我伞没带,好尴尬 看来自这家店在这边也是比较受到外国游客的青睐 因为我刚进去的时候其实没有几个人 后来等我吃完的时候就一下子来了这么一波十几个人的团队 所以他们现在只能是坐在店外的这个阶梯上面在等 好,那现在趁着雨还不是很大,赶紧回到车站那边 还好周围的路人都在打着伞可以适当的帮我遮掉一些雨 新桥这里的人好多 总体感觉今天吃的这个炸牛排还是相当不错的 特别是它里面所使用的这个和牛是相当的鲜嫩 赶紧过马路 今天吃到的这个牛肉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你烤或者是不烤 它的口感都是非常的鲜嫩 而一般的普通的牛肉的话,你烤完之后或者是加热加到一定程度之后 这个肉自然而然就会变得很老 那这可能也是一般的牛肉和比较高级的和牛之间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吧 好,那今天新桥我就逛到这里 因为这边还有很多店 我下次肯定还会再来的 前面全是人,全是从车站里面出来的人 好,那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